為什麼我要找給我好看的人來上節目啊 以後我們就只發一些醜吧 讓下一集來的人會不會生氣 哈囉大家好 我是廚房的老手來客 年底聖誕節就要到啦 相信大家應該有非常多的派對跟聚會對不對 今天呢我找來我的好朋友 他本人是一個 講帥哥甜點師 我真的想不出別的名字了 天菜甜點師 讓我們歡迎全台北最實的甜點師 ROJ 嗨大家好我是ROJ 沒問題我裝冷靜 ROJ今天要來教我們廢寶們做什麼 今天要做紅絲絨被子蛋糕 那紅絲絨蛋糕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知道耶 紅絲絨就是香草可可口味的杯子蛋糕 那因為它裡面有加酸 然後又有可可粉 那以前的可可粉是因為遇到酸之後 它就會變成紅絲絨 所以它才叫紅絲絨 喔原來是因為怎樣 我看起來是不是很C OK那我們就先從杯子蛋糕鐵部分 開始做起 怎麼樣還行 可以 那我們等一下杯子蛋糕大概會怎麼做 就把奶油打發 然後把麵糰混一混之後 烤一烤就可以 太隨便 因為他剛剛講了一個很長的板粉 我們說剪短一點 那我們開始來做第一個步驟 ROJ準備了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想跟大家特別介紹 我們會教大家怎麼做那個Botter Milk 對 為什麼不用一般的牛奶 你要做成那個 Botter Milk的話 主要是讓蛋糕可以更濕 然後讓它比較蓬鬆一點點 我們就先把醋放到牛奶裡面去 然後一般來講就是放個三五分鐘 你這個做法感覺很道地耶 因為大部分的蛋糕應該就是用牛奶做而已 對很多人都是用牛奶 那剛好我們今天還要加到的香草精跟紅色色素 所以我就會一定把它放進去 因為等一下放到裡面就不好攪均勻 那這個我們先放著一下 下一個ROJ我們要來做什麼 我們現在就過那個塞乾粉 把粉類處理一下 對 中筋 中筋跟滴筋都可以嗎 還是滴筋味 都差不多 但吃起來快會有點不一樣 滴筋就再更軟一點 然後這裡有泡打粉 是為了讓它可以再膨一點 還有可可粉 然後鹽巴 這樣子乾粉的前置就OK了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奶油的部分 塞奶油的部分 奶油大家一定要記得 室溫要放到完全軟喔 對 如果是硬的是打不發的 先把奶油打到一點點 然後差不多這樣 那再來就把糖倒進去 糖有結塊的話要記得把它捏開或篩過 對 奶油差不多打到這樣的時候 白白的就可以把蛋炸進去 然後我會讓它維持在低速然後慢慢加 讓它先把第一顆融在一起之後再加第二顆 對 然後等到它已經有點圓一點 就慢慢可以開大一點 那現在就放入一半的乾粉 然後 一樣是慢速 怕它會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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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Roger老師要講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 這次做一個步驟 就是要把小蘇打粉跟蘋果醋放在一起 然後它就會發泡嘛 就是有化學反應 然後趁這個時候把它倒到蛋糕體裡面去 它也會讓它更蓬鬆 最後的30秒 差不多到它顏色也變甜一點點 這時候就可以把它關掉囉 我們現在就可以裝杯子蛋糕模具 那今天是用什麼模型啊 這個就是一般的杯子蛋糕模 不能直接填進去嗎 它會黏在一起 它會黏在底下 對啊 你有一個杯子可以用杯子吃比較方便 可是你有紙模的為什麼還要 因為它會讓它定型 就是如果你放在外面它有可能會變成 它可能會 它沒有支撐力可能啊 所以變成扁的 麵糊 麵糊就可以裝 一般的話是裝到8分滿 有一點可愛耶 兩個小帥哥在家裡做甜點 盡量不要摸到旁邊 但是我還是會一直碰到 不聊 謝謝囉 哈哈哈哈 欸很膨耶 這個熟度 一般我們都是用叉子戳對不對 但是我看你當初給我的食譜 我都是用手摸 就是如果你摸蛋糕 它會回彈像這樣子 就是它這樣沒有陷進去 它就是好了 如果你要按下去它會馬上變形的話 就還不要拿出來 那接下來這個要怎麼處理 現在的話就把它放涼 然後到時候我們就可以 我們那個很蠢的問題 放涼再裝飾 因為等一下奶油的話 太熱它就會融化 哦 等它完全降到室溫 我們就可以來裝飾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做點一下 三款不同的topping 就是裝飾哦 第一款是我覺得 最聖誕節 最佩蘭的 我們來做的是 Cream Cheese Icing 那我們要怎麼做 先把奶油打發 跟Cream Cheese一起打發 所以這個也是用無鹽奶油 然後又用室溫的 對不對 Cream Cheese也是要 Cream Cheese也是要放軟 對也是放軟 其實剛剛在做那個 蛋糕體的麵糊 也是可以用這種 手持的電動來打 你不一定要用到那麼大台的 可以看 費寶寶在家裡 有什麼裝備 就用什麼來做 真的用手也是可以打嗎 這個會有點辛苦耶 還是看你的 平常的 可以 看你平常我們在打是不是 你剛剛那個姿勢在給我做明顯 你剛剛不就是要我這樣嗎 要不要把它打 打軟 先用低速 對 這個我們要打到它變成什麼樣子 盡量越白越好 對 欸我不得不說 你蠻耐打的 它打很久都 沒有停下來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應該一半就 我就會覺得OK了耶 就是 你打到它完全膨鬆了耶 膨鬆然後有變白 因為有粉我就會習慣用手這樣子 要噴出來 對 我們接下來就要做最聖誕節的部分了 那我們要請我們的主廚Rock 用最 帶有節慶感 最熱鬧的氣氛 來跟大家介紹我們下個步驟要幹嘛 我們現在要加綠色的色膏 好 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不然 讓它可以 你最有情緒的 然後用綠色的色膏 是這種情緒嗎 謝謝 來可以加了 我加喔 那這個量呢 還是一邊加一邊調 先會從少量開始 然後再慢打 不夠再加 對 因為它有時候會太深 好像給它綠一點 可以啊可以啊 我其實沒有用過那個使用色素 做過甜點 這個你比較專業 我們剛剛有在偷加一點點藍色進去 我覺得這個顏色又更漂亮了 然後再手扮讓它均勻一下 對 那這一份是不是就可以先放著 可以啊 我們等一下最後三個都做完 再一起來裝飾 那要冰嗎 還是常溫 不用 常溫就可以了 常溫就可以 好 第二個口味呢 我們還做的是Mascarpon草莓 對 那剛剛的做法其實大同小 因為我們馬上請Chef 直接開始操作吧 一樣就是把奶油跟 起司放在一起 一樣差不多到發的時候就可以了 就是都蓬鬆滑順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下糖粉 一般那個甜點一般的糖粉 其實有分兩種 對 一種是有加那個精緻澱粉 玉米粉 對 用哪一種都可以嗎 都可以 但基本上我習慣是用有那個粉在裡面 因為它比較穩定一點 就比較不會容易塌 比較濃稠這樣 對 對 所以是不是除了草莓醬其實 任何細的果醬都可以 對 大概這個可以 感覺好好吃喔 那這個我們就把它裝起來 馬上來做第三個口味 第三個口味馬上做的是巧克力 先把巧克力融化 然後我在裡面會先加一點鹽巴 帶一點 欸 你家的鹽巴蠻 兩搓 蠻多的喔 對 所以是帶淡淡的鹹味 對 帶鹹味 再隔水加熱 好 感覺OK的喔 嗯 試一下 溫的 Ferr 那我們就把它裝起來,等下就可以來裝飾了唷 都準備好了,我們現在可以來做最後的裝飾 那除了我們做的三個口味跟顏色之外 剛剛還把剩下的一些色素邊角全部加進去 然後染了一個黑的,可以畫線條 然後另外呢,我們也準備了Paris Hilton 在家裡會有一些,這個是什麼? 糖珠,就是糖片糖珠可以用 那等一下我們的shape就會教大家怎麼樣擠得漂亮 我覺得還是有它們每個的地方 認真看 av reports 記得這兩 잘� 一會兒 跟 dieses 我們的腹布 腹煎 ny 轉 有點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就像一個漢堡一樣 沒用比較漂亮啊 你是活動的到處嗎 你會吃到嘴巴嗎 可是你這樣 可是這樣蛋糕就不可愛啊 有沒有 你的反應還可以嗎 可以 喜歡 有respect你的甜點 他的蛋糕體真的是 全台北最濕的甜點 他的蛋糕體真的超濕潤 怎麼可以 好好吃喔 而且那巧克力的香氣跟滑順的程度剛剛好 你真的是很害怕 馬上就吃完了 這個是Cream Cheese的 他就有一點 鹹香 知道嗎 鹹香味 很輕盈啦 Roger有提醒大家 這個東西如果你冰過要怎麼樣 一般都是要拿出來退到長文 再吃會比較好 如果看完這一集 你覺得在家裡做紅絲肉 還是好像有點太麻煩了 不用擔心好不好 我們這邊 Roger介紹一下 我們都有在販售 在那個我們的IG可以搜尋 然後可以線上訂購 這邊應該到時候會有 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支持Roger他們自己 純手工製作的杯子蛋糕 他們家的美式軟餅乾也很讚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差不多該個段 也謝謝Roger 之後再來 好啊 再來幹嘛 來我們頻道 教大家做甜點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喔 如果我不太確定的話 我再去請教你 OK吧 還是你們今天 好難笑喔 對不起 我為我這個爛笑話道歉 那影片的最後 如果你喜歡它 不要忘記幫我們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 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